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。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全球最大记忆体生产国韩国官方近日数据显示,当地10月记忆体晶片出口额转跌为生,为近16个月来,首件增长。 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TSI最新报告则预期,本季台湾记忆体与其他制造产值渴望计增9.1%,增幅为半导体制造业之冠。 两大讯号亦为记忆体试矿复苏文的南亚科、华邦电等台湾记忆体晶片厂营运动能大开。 法人指出,韩国是全球最大记忆体晶片制造国,三星、SK海力士为全球前两大D-RAM厂,市占率合计约七成,在储存型快闪NAND Flash也有一席之地,三星为全球NAND晶片龙头,SK海力士为前五大厂。 韩国记忆体出口额转为成长,意味全球记忆体需求回稳,是一大关键指标。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公告显示,10月韩国记忆晶片出口额年增1%,较9月的年减18%大为改善。 其中,多晶片封装引领出口反弹,成长12.2%,D-RAM出口额年减率也缩小至个数位,是一年多来首件。 台湾半导体产业协会也引用工研院产科国际所数据指出,预估第四季,台湾晶圆代工产值计增8%,记忆体与其他制造计增9.1%,增幅是所有半导体制造研制馆,同步透露,记忆体产业复苏是现在进行式。 台湾记忆体晶片厂均正向看待后市。 南亚科总经理李培英认为,由于各大存储厂全力锁定DDR50代产品,加上各大厂利手D-RAM价格,预期与南亚科联动性较高的DDR4本机价格有机会开始小幅改善,届时该公司营运有望回温。 李培英分析,从需求端来看,今年前三季服务器市场表现相当疲弱,第四季随着云端需求带动,渴望开始回温。 手机市场不稳,中国手机市场需求在历经至少近一年的弱势后,目前已看到些许回温迹象,PC市场受毁于DDR5需求升温,表现相对健康不少。 华邦店也对接下来市场发展投正面的一票。 华邦店去年第四季起,因应试矿疲弱,宣布减产四成,随着需求好转,近期减产幅度已缩减至二成,第四季出货量将提升,价格预计持平或小跌,整体营运不会比第三季差,有望稍微好些。 华邦店预期,2024年,若终端需求与今年相近或不变,在制造商手中已没有库存下,采购力道就会回温。 研判包括PC、笔电及手机等市场都会是如此,伺服器领域也会重担成长。 研调机构据集邦科技Trendforce先前发表报告指出,第四季起,DRAM与NAND晶片均价开始全面上涨。 以DRAM来看,估本级合约价季涨幅约3%至8%,不过,还是有公司没有扛过低潮期。 IC设计公司Marvel台湾传财车固态硬碟SSD部门,基本直接全面,资险人数高达200人。 早在今年3月有报道,Marvel裁减约320个职位,占总员工数百分之四,中国研发团队全数招财。 当时公司表示,他们正在精简组织,确保员工能利用机会,无论现在还是当他们走出产业衰退期。 他们一直密切关注团队如何分布余多地点,以及如何管理以确保有最佳表现。 据悉,目前Marvel台湾撤财的单位仅限SSD部门,其他部门正常运作。 在中国资浅的员工,据称已经转到新元、中兴微电子等公司,台湾人员预期也会有同业接受。 Marvel先前公布2024会计年度第二季财宝,营收年减11.6%,即增1.5%至13.41亿美元,优于财测中间值13.3亿美元。 非一般公认会计原则,Non-GAAP美股稀释盈余年减42.1%,即增6.5%至0.33美元。 第二季,企业网络市场相关营收年减4%,即减10%至3.277亿美元。 数据中心相关营收年减29%,即增6%至4.598亿美元。 电信商基础设施相关营收年减3%,即减5%至2.755亿美元。 不过台湾本土,IC设计大厂联发科公布,10月营收428.11亿新台币,月增18.66%,年增28.24%, 北季前10月营收3466.95亿元,年减26.86%,受惠5G旗舰晶片天机9300开始出货,10月营收创7个月新高。 联发科近日推出新一代旗舰级晶片天机9300,采用台积电4nm制程,为业界首创的全大核架构,并导入新一代AI处理器APU, 专卫生成是AI设计,搭载该晶片的手机,预计在今年底上市。 业界看好,天机9300是目前全球最强大的手机晶片,跑分也超越高通骁龙八战三, 并可以支援多达330一个参数的大型语言模型LLM,有助联发科拿下更多旗舰晶片施展率。 随着天机9300开始出货,联发科看好手机晶片业务强劲成长,将抵消智慧装置平台的季节性下滑。 这些晶片设计公司背后成功,都要依靠台积电。 近日,创办人张忠谋在APEC峰会上表示,日本具有非常强的潜力跟竞争优势, 至于美国,短时间要建立像台积电这样的事业,简直不可能。 对于台积电在凤凰城设厂情形,他先说,这应该去问台积电,他并不了解台积电整体营运状况。 不过,以凤凰城厂的情况来看,相信正在一一解决遇到的问题,不管美国联邦或州政府,还是当地凤凰城市政府,都在共同协力解决台积电遇到的任何问题。 而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情况,张忠谋说,就他所知,台积电在日本雄本建厂进展蛮好。 从过去经验来看,日本半导体产业有非常强的潜力跟竞争优势。 至于美国商务部设下要在2030年重新活化美国半导体产业的目标,尤其是生产群聚,会如何影响台湾和韩国的半导体产业。 张忠谋说,台韩当然都有新的竞争,但坦白说,在产业界,特别是半导体产业,竞争无可避免,台韩都经历过很多次竞争,才达到今天的情况,竞争是很常见的事。 张忠谋并重申,之前提到全球化已死,晶片领域尤其如此的说法,目前他还是保持这个立场。 谈到美国晶片法的影响,他认为蛮浪费的,因为美国晶片法是多年总计补贴390亿美元,而台积电平均每年投资300亿美元。 值得注意的是,台湾相关主管部门拍板,晶片驱动台湾产业创新方案,未来10年,2024年至2033年,规划投入3000亿新台币,首年预算120亿新台币。 未来将以四大策略布局,重中之重,使协助产业冲刺先进制成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谢谢。